台东县政府为了感谢这次协助台东凤梨外销的贸易商 以及各农会等相关人员的辛劳 大大减轻农民损失 24号上午特别在陆明温泉酒店举办了友善采购有你正好记者会 县长黄建廷亲自到场 颁发感谢状给陆明酒店等三家协助采购的公司 今年5月全台各地的凤梨自销价格低落 身为凤梨产地之一的台东也深陷其中 因此在议会总咨询时 议长饶庆林与副议长陈宏中等人 就此问题希望县府协助解决 除了各局处认购之外 在先长黄建廷的努力下 借由参访大陆的过程中推销凤梨 顺利的外销将近500吨 解决了凤梨浓的困扰 24号上午在陆明温泉酒店 对协助凤梨外销的单位及相关人员 颁发感谢状 过去台东不是以出口为老项 我们的凤梨 这样的情况底下 到现在贸易商很认真的想要买一买 那500吨还有点困难 将来很多的我们的农产品 其实可以去走加工的这一条路 我跟台东大学也合作去争取到华工基金 台东大学也要设置一个加工厂 就是农产的这种加工 所以将来我们把市场也扩大 把冷藏物流的这个建置起来 把加工的能量也提升起来 那我们才有办法来真正协助我们台东的农业 台东的农民在当尤其是当这种大量的时候出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最需要我们协助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来帮忙协助 在这波协助凤梨农的行动中 有个意外的亮点 就是陆明温泉酒店凭借着社群软体 每天晚上直播做行销 协助农民卖出了3000箱的凤梨 其实我们饭店也是全台湾唯一家 就是每天晚上8点钟 有在做Facebook直播的饭店 那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10点 都是花两个小时跟客户聊天 然后在上面就是拍卖啊 卖一些房间啊 餐券等等之类的 那这次也是刚好是这个凤梨 这个箱子呢 我们就把它放进我们的直播平台 然后做销售 那也意外得到很大的回响 这次获得县长颁发的这个凤梨的表扬奖状 让我们也非常的惊讶 因为其实我们是饭店业 然后通常都是接受这个饭店通路的表扬啊 像booking啊 goda等等之类的这样子 然后这次是第一次受到这个农业类型的这个奖状 这次在县府与各界的协助下 从六月上旬开始筹划凤梨外销 当月下旬就成型 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 外销了将近500吨的凤梨 数量也还在持续增加当中 未来也希望借由这样的处理模式 将台东量产的水果 利用促销外销的方式 有效的来解决水果盛产 价格低落的情形 台东农业加油 记者安器轮 陆野相报导